在市场上销售了多年之后 福特的硬派越野车汉路者终于要迎来换代了 最近有国外媒体正式曝光了一组新一代汉路者的陆式叠照 而这也是汉路者系列中的第三代车型 那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样的 从整体上来看 全新一代汉路者相较于现款销售的第二代车型而言 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形体上的视觉张力全面提升了 我们从曝光的叠照上不难发现 第三代汉路者在整体的轮廓表达上 已经更多的贴近于类似于丰田普拉多 陆地巡洋舰等这一类车型的表达方式 将上装轮廓的厚重感和饱满感提炼出来了 而现款的汉路者在制定整体的轮廓比例的时候 他延续的是传统的工具型SUV所要强调的那种 大轮胎的视觉张力 这二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在经过了上装比例的调整之后 新一代汉路者的整体形象所带给消费者的认知 就会因此变得更加的豪华 而这种以车身为主的张力强化 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他车身尺寸的加大 于是我们从曝光的这一轮叠照上 其实也可以看到 新一代汉路者的侧窗面积 相较于现款车型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侧窗面积的加大 对于改善车内的空间感是大有注意的 尤其是这一类非承载式车身平台的七座SUV的空间感 那么至于细节方面 因为伪装的包裹 我们暂时还难以从中探查出一二 但是从新车高大的车头 以及为不关区所预留的镂空来看 新一代汉路者的车头布局将会更多的 从福特F150系列的美式福特风格中汲取营养 以纵制特征的大灯和大尺寸的进气格商 来构成多层次的且饱满高挑的车头风格 另外从车身曲面的细节特征来看 硬栏的能线也在呼应这种风格的构建 根据已知的信息显示 全新一代的汉路者将继续与新一代福特Ranger共享平台 新车将会搭载2.0升和3.0升V6两款柴油动力 在汽油动力方面将会提供一款2.7升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一台四缸的插电式缓和动力车型 与之匹配时速自动变动箱和后驱或四驱的驱动形式 车内则会增加福特最新的智能车机系统 最后还有一个消息是有点意思的 根据几年前大众和福特在商用车领域达成的合作协议 新一代福特Ranger的平台也会被用于大众新一代的皮卡Armark 这也就意味着到了2022年 将会有三款基于这一平台打造的车型面试 那么我们跟进一步联想一下 如果大众想更进一步 那没准大众的旗下马上也会有一款硬派越野车咯 好 好